高宏安為什麼特別去找徐巧新 這個四叉貓找到了脈絡 這個是當年 在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八號的時候 高宏安叫助理們做了一個核廢料 放誰家的圖卡 應該是在公投前 就助理做好之後 高宏安看完之後 他說不對 他說這個圖好像有點打到徐巧新了 算了 然後助理說那我改一下 因為徐巧新曾經講過說核廢料可以放我家 對對對對對 他們好交情是這樣來的 那吳徵我請教你 昨天在法院的工房很精彩 我覺得這個公訴檢察官很優秀 因為剛剛就如同瑞德講的 說他的律師 準備了很多資料 證明說我們有加班 兩千頁資料搞到電腦都當機了 結果檢方反駁說 重點是你高宏安 你根本不想給加班費 卻跟立院炸零 而且助理並不是心甘情願回繳加班費的 其中有一個證據是這樣 小兔是說 他說他有告訴高宏安前立委李俊英的做法 但是檢察官問到助理不用核對加班費嗎 他回應說全部捐都是講好的 他說誰樂意每天累到不行 還領少少的錢 證詞呢 句句都指向高宏安 所以是這個律師太兩光 還是公訴檢察官太厲害 我想這是高宏安團隊的訴訟策略了 就是說他們現在基本上包含說他去找徐曉青羅志強 包含說他拿這兩千份的文件出來 包含很多動作 我自己簡單講 我認為高宏安團隊現在還是企圖要把這個司法案件政治化 用外部輿論的力量來去給庭裡面的 不論是檢察官或者是法官施壓 那第一個是說為什麼他要去找 就是羅志強跟徐曉青 跟你的案件有沒有關係 對不對 除非他們也都一起有攻擊性制度 但我想不至於 那你去找他們幹嘛 很簡單 很簡單嘛 我去找藍英裡面聲量最高的這兩個立委 找這兩個大炮 為什麼要找這兩個大炮呢 因為你看嘛 之前是不是柯文哲出來幫高宏安嗆這個北檢 嗆說那個16秒怎麼回事 這個檢察官要出來說清楚 基本上這是高宏安團隊一直是策略 他要去削弱檢察官在社會上的正當性 然後凸顯說 我是一個被害者司法破壞 我是一個受虐兒這樣子 所以當然除了柯文哲之外 那現在沒有人敢幫他說話 因為被黃國昌問到 黃國昌也是一抹神秘的微笑 黃先生問到 黃先生也不講話 所以高宏安可能這個時候有點心灰意人了 難怪回立法院沒有去找黃先生 沒有找黃國昌 張祺凱都不敢要 所以他想說好吧 自己黨裡面的人不爭氣 那我去寄望於這個羅志強和徐小新 對不起我這邊補充一下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找徐小新可能沒有問題 因為徐小新是外交國防委員會 那你可能對外交國防有興趣 突然對軍購案有興趣了 但是羅志強萬萬不可 羅志強現在人在司法法治 尤其你這是偵辦中的個案 你怎麼可以去找司法法治委委會的委員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都忽略這件事 大家就覺得說你去找羅志強 找徐小新是為了聲量 可是我認為說你以這個真的 就是說以按照我們現在的法條來講的話 你不可以去介入這個這個 偵辦中的個案 我覺得他找羅志強會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其實有瓜田理下問題 那再來是說 他們基本上一邊把事情政治化 一邊在以託代變 因為高宏安的律師一直在法庭上 要求勘驗所有的證據 光點每一段話都要拿出來 double check 但是這個 包含大家已經講過了 就重點是你這些助理 現在全部起來一起反你 這些不論是陳幻宇 不論是小兔主任 不論是這個說泼咖啡的助理 大家偷偷都同意 就是說你有要求 大家把公基金捐出來 這個薪水回捐 又不是說大家每個人都 都這個很挺高宏安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的證詞 有沒有被檢察官扭曲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在用 就用程序的問題 不斷把這個訴訟的過程 或是說把它繁複化 把它延長 那就為了就是要 讓它有更多的時間跟戰場 去做我剛才講 政治化這個動作 那講回來 為什麼它要送 2000頁這個東西呢 一方面凸顯說 我們這個好像 送去很多很充分嘛 像那時候爆那A4紙箱 其實就很多人吐槽嘛 其實現在USB一個就好啦 幹嘛弄紙箱 幹嘛弄2000頁 2000頁是一個USB的事情啊 有必要這麼這個樣子嗎 這才有畫面嘛 那再來進行說 他一直去爭執說 我的助理 他真的都有加班 我認為這是他們想要去 引導這個萬子 往一個方向走啦 就是說 這些助理真的有加班 他們也真的有拿到加班費 那他們後來把薪水回捐 這個是叫做政治獻金 這不是詐領助理費 因為他們都很挺我 他們都很熱愛民眾 政治理念 所以這個助理呢 大家都很心甘情願 我拿到薪水 我真的工作賺到薪水了 但是我想把薪水捐出來 不行嗎 所以這個是高宏安 所以他們的一種 違反政治獻金法 比貪污輕很多 罰錢就好了嘛 根本沒什麼 所以他們想要把這個案子 從貪污製罪條例 從詐領助理費 引導到一個政治獻金的小事 但問題說 還是有一個很大很大bug 因為助理都在追啦 對不對 就剛剛這個小助理就說 誰會喜歡工作這麼辛苦 一天到晚被老闆交拜各種事情 然後我的薪水還要捐出來 去回捐出來領掃掃 所以大家 你的助理不承認這種說法 那最後我講一個是說 這算一個有點節外深知 但很好笑是說 四餐貓都跑去旁聽嘛 對不對 所以他在裡面說 有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說跟這個案情 沒有直接相關 但是在這樣勘驗的過程中 發現高宏安的公基金 除了買冰箱 除了買這個咖啡機之外 除了他洗頭 還有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 是那個時候 不是說永齡基金會 每個月十萬 對 來協助高宏安問證嗎 請了Z9嘛 對 Z9的公司 Z9就派了一個助理 去高宏安的辦公室來協助 那這個助理也很有勞權意識 他每天去幫高宏安協助他問證 他後來就跟高宏安講說 那我也有加班 我也要加班費 因為他的這個助理的薪水 是永齡出的嘛 所以立法院加班費 是給不到這個助理身上 他沒有助理資格 所以高宏安就說 好 那這樣的話 從我們的公基金 補加班費給你 這樣可以嗎 不是 這個重點是在於 你想想想想 情何以堪嘛 公基金怎麼來的 其他助理的加班費 對 對其他助理來說 我加班這麼辛苦 我的加班費要捐出來 讓你去付其他人加班費 那為什麼他加班有加班費 我加班我的薪水 要付其他人加班費 難怪說助理 通通跳出來氣炸了 現在通通反高宏安嘛 就高宏安的公費助理 幫別人加班 賺加班費 然後給別人領 這個概念 好四叉貓真的很厲害 這個line截圖 我們剛剛上半段 看最後最後這個 我覺得很有意思 但是說實在 這有待破案 安就是高宏安嘛 他跟他助理的對話 裡面PO了一個 這看起來雖然很模糊 但看起來應該 類似像薪水條之類的 然後呢 他說某某議員 公費助理加班費 巧心跟我說過 這時間什麼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九號 這是這個案子 還沒有爆發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是不是高宏安 就已經知道 加班費有狀況 還是說許巧心 有告訴他什麼 這個有待進一步的驗證 不過這這個案子呢 最最有趣的意思 就是在這裡 這四叉貓剛剛講的 Z9的助理 叫陳偉 西 陳偉圈好了 所以高崇公經心裡面 拿出來罰給他 這個人不是立法院公費助理 雖然不能領加班費 但是呢 因為他要加班費 所以就從其他助理捐回來 捐請打贏 捐回來加班費 然後發給他 這個其他助理 不曉得該怎麼辦 所以 嘉賓你 你怎麼看這個案子 高宏安這個案子 感覺看起來好像一審 很難逃得過了 我覺得剛剛瑞德跟吳辰說的 這是一個他的律師的一個辯護的策略 其實我當過立法院的助理 我也現在是當立法院的委員 那我也很清楚知道說這裡面 什麼叫做詐領助理費 因為的確在很多地方縣市議會 有詐領助理費的情況發生 也陸續判刑了 這個不用說 所以剛剛講那一段我覺得很有可能 再請教一下 你們市議會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有誰被查怎麼回事 但是這裡面產生一個問題 他的助理要不要去認 因為他的助理如果說 如果助理都沒有實際的加班 那讓老闆用你的名義 去跟立法院領這個加班費 那就兩條 老闆就是詐領 你是幫助犯 你用你的 所以助理會怎麼為自己說 我真的是有超時工作 我有超時工作 那因為我超時工作的事實 老闆被老闆用來請領加班費 那這樣子我的超時工作是事實 我並沒有說人已經回到家裡了 結果老闆說 你那個時間 我還在填個加班費 沒有 那這樣助理怎麼樣 這樣助理就證實 我沒有事情 那這老闆就有事情了 所以檢察官說很清楚 助理有超時工作的事實 不等於你沒有詐領加班費 因為你們一開始可能就講好了 你的超時工作的工時 我會拿來請領加班費 但是沒有要給你 對 那這樣子就不是心甘情願的回捐 這還是構成了詐領的要件 因為一開始你就沒有打算給他加班費 那你只是用他超時工作的事實 拿來跟立法院登記 那這樣子至少助理本身沒有說 使工人員衛造文書 做序位不實之登載 沒有這樣的責任 但是錢沒有拿到是事實 所以我相信如果是他的助理 真的沒有拿到錢 沒有拿到你拿我去申報的加班費 對 他一定說我真的沒拿到 但是我真的很認真工作 我每天都工作超過八小時 所以我也沒有把自己沒有工作的時間 讓老闆去用 那這樣子對助理來講 他就至少他可以證實 這樣子他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辦 那現在高官他想要什麼 他想要脫掉那個衛造文書 他說兩千頁助理都有實際上的加班 但是檢察官在加班上加一個問號 他有超時工作 但他不叫加班 因為如果人家要加班沒有加班費 那員工是被強迫工作的 那就要加班了 所以既然強迫工作不是加班 那你領加班費就不對啊 那倒是說我有點心疼就是 那這些工會處理是這樣的情況 那為什麼外面派來的 他可以跟老闆說要加班費 老闆就說好 那我從公積金給你加班費 永齡的人比較高級 對 我覺得這個 我要是感覺上 我要是生存不逃難過 我想哭啊